人类大脑和宇宙非常相似,宇宙结构就像人脑神经,如果宇宙是在一个人体内,那么宇宙正在膨胀,会不会就像是一个小孩正在长大,成长到某天就会衰老而死,然后宇宙就灭亡了? 宇宙诞生那天,就是胎内细胞诞生那天。我们活在神的脑内,一切都是神的想象世界。因为世人皆是佛,佛皆是世人。 众生皆是佛,不能识众生的,皆不能成佛,你若能悟,众生便是佛,你自信若迷,佛便是众生。 禅宗智慧,世人皆是佛,佛皆是世人,佛是个代名词,它是一种精神,而不是一种形体。 人性有善恶,善种自带恶,恶中也存善念,佛代表人性中的善,是慈悲心。 所以说世人皆可成佛,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。